我姓璐,今年六十岁 家中兄弟姐妹共有四人 我排行最小 家中有三位哥哥 因此我是父母的莫儿 从小我就觉得我父亲很厉害 他很早就和其他人 一起在我们老家开了一家合作社 经营生活用品 那个时候附近几十里内的人家 需要什么东西都会来我们家购买 因为那时候商店很少 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们四个孩子渐渐长大 我能够吃到其他人吃不到的蜜饯和糕点 这让我感到格外自豪 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 我得到了父母和三个哥哥的疼爱 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孩子 我们四兄妹渐渐长大 大哥和三哥都上了大学 唯独二哥初中毕业后就进了工厂 而我由于成绩不佳 无法继续深造 高中毕业后便匆匆投身工作 父母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是悉心照料 无论何时何地 他们都倾心相助 家中有所需 他们既慷慨解囊 又悉心照料 后来他们又相继照料起我们的孩子 父亲当年事业有成 甚至连孙辈的学费也悉心承担 因此不仅兄长们 就连嫂子们也与父母亲密切相处 我们家庭团结和谐 充满了温馨与爱 成为当地的典范 那年 父亲度过了八十岁的生日后 却始终感到身体不适 他频频咳嗽 整夜难以入眠 我们将他带至医院检查 结果竟是肺部问题 母亲心急如焚 哥哥们也是唏嘘不已 哥哥为父亲的情况担心不已 随后 大哥挺身而出 他深知父亲一生为我们所付出的辛劳 无论如何 他都要确保父亲康复 为了不让父亲担心 我们决定对他隐瞒病情 只告诉他是轻微的炎症 大哥迅速行动 找到当地最优秀的医院 预约了顶尖的肺科医生 为父亲进行手术 手术进展顺利 随后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化疗 那段日子 我们四个孩子 几乎每天都守在父亲的病床旁 由于我们齐心协力 白天谁负责 晚上谁负责 做饭和跑腿的分工 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父亲得到了细心的照料 在那漫长的日子里逐渐康复 就在我们以为父亲可能会康复时 他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 检测报告显示 父亲的各项指标都很不乐观 我悲伤得热泪盈眶 幸好 我的丈夫及时把我带到门外 避免了父亲看到我的悲伤 父亲的病情持续了三年多 最终 他实在坚持不住了 临终时 父亲紧握着母亲的手 目光始终注视着我们 我心里清楚 父亲最担心的就是母亲的将来 担心他的养老问题 哥哥俯身在父亲耳边 再三保证会好好照顾母亲 父亲含泪点了点头 我的母亲是一个传统的女性 因为有父亲的庇护 她显得柔弱 她脾气很好 话不多 一辈子都在忙着做家务和照顾孩子 很少有自己的主意 母亲曾经带大了我们孩子 对待孙子孙女也是慈祥善良 我们很少看到她发脾气 然而 父亲走后 母亲终于坚持不下去 倒在床上一病不起 我经常下班就去看母亲 给她做饭 洗衣服 照顾她 直到她休息后我才回去 母亲也想让哥哥们回去看她 但他们总是工作忙 家里是多 很少有时间看望母亲 照顾母亲的任务 几乎落在了我的身上 有一次 家族群里突然大哥发来消息 说他周末想让我们兄弟姐妹 四个岛他家开个会议 我心里有些狐疑 但还是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大哥这次开会是针对母亲的养老问题 他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大哥首先表示 母亲如今年迈 身体状况不佳 独自生活 确实实十分艰难 按理说 作为长子 他应该以身作则 将母亲接回家照顾 但他却转而表示 自己和大嫂身体不好 无法承担照顾母亲的责任 三嫂听后感到不满 大哥这样一来 岂不是让我们几个承担养老的责任 大哥解释说 他夫妻俩身体不好 无法照顾母亲 希望二哥 三哥和我来承担 他愿意适当提供一些费用支持 二嫂听后非常支持这个方法 然而三嫂却不同意 她认为自己并不缺钱 觉得作为兄弟姐妹 为何大哥和大嫂 不肩负养老责任 却要强迫其他人来承担 最后三嫂拍着桌子说 要么大家一起承担 要么就别承担 大家出钱送母亲去养老院 听到养老院这个提议 我心里觉得不可行 我很担心母亲 如今她年纪八十 身体不好 无法自理 此外 她性格有些柔弱 自父亲去世后 更是有些抑郁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能把她送到养老院呢 提出反对的我 却遭到三个嫂子的联合攻击 他们言之凿凿地说 你要养就自己养 否则就不要插手管理 我被吓得无言以对 直到此刻才领悟到 所谓的亲情 原来如同散沙般脆弱 也许是父亲患病的经历 让他们对养老问题 感到疲惫和厌倦 在回家的路上 丈夫劝我 不要过于干涉此事 以免影响亲情 我默不作声 第一次对他们感到失望 后来母亲果真被三个哥哥 送进了一家 条件十分糟糕 每月四千元费用的养老院 这样一来 老母亲的工资 正好够支付费用 三个哥哥 也不用额外花一分钱 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三个哥哥甚至为此小聚一番 他们也邀请了我 但我心情沉重 为去参加 因为担心母亲 自从她搬到养老院 我每天都去看她 她住的房间里有五个老人 母亲本来话不多 所以他们常常欺负她 抢夺她的食物 甚至有个老人 还偷偷翻她的橱柜 拿她的衣服 母亲就这样 每天坐在长廊里等我 从早上就开始盼望着 见到我时 她开心地像个孩子 总是问我 哥哥们为什么不来看她 接着又问我 她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为什么不让她住在家里 她对这里的环境不熟悉 感到很害怕 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凶 吃饭都要靠抢 而她又抢不过 每次我来 母亲都会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放 眼泪汪汪地 要求我带她回家 她还承诺会听话 不会给我们添麻烦 请求我同意 把她接回家 看着母亲泪眼婆娑的样子 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终于 在母亲住进养老院半年后的一天 我下定决心 把她接回了家 幸运的是 老公非常理解我 他对我说 他对我们不错 你想接就接吧 大不了以后 我们自己照顾他 三位哥嫂得知此事后 纷纷造访我家 大嫂一脸凶恶地 指着我的鼻子说道 既然你接手了 我们就再也不管了 接着 二嫂和三嫂也跟着起哄 他们离开时 甚至流露出得意的表情 老母亲后来 在我们家住了整整五年 直到生病去世 这段时间里 我一直负责照料 母亲的日常起居 甚至在她中风后 也是我照顾她的 而嫂嫂们几乎没有来看望过 哥哥们也只有在过节时 才会带着两箱牛奶过来 稍作探望 随即就离开 后来 母亲病情加重 我将她送往医院治疗 但哥哥们依旧不愿过来帮忙 我提议轮流照顾母亲 但嫂嫂们却认为 老母亲有工资 应该雇护工 母亲去年离世后 我处理完她的后事 心中也稍感宽慰 我觉得在父母生前 我尽了力 对得起他们 然而 在处理完一切事物后的一个星期 大哥突然又召集了一次家庭聚会 这次还特意邀请我参加 后来我才领悟到 大哥这次特意叫我过去 意在于此 他们需要与我核对账目 大哥期望我提供清单 以便核对老母亲这些年的开支情况 据他所说 老母亲的生活开销本应不多 不怎么购买新衣物 这些资金根本用不完 大嫂一直在核算 而二嫂 三嫂 则在用纸笔记录数字 每月四千元 一年便是四万八千元 五年总计约二十五万 他们坚持要求我出示账单 听到这番话 我心中颇为难过 这五年的艰辛 我自己都不愿再去回想 老母亲回到家时 已经年过八旬 期间住院六次 后因脑梗中风而卧床 尽管食物和日常开销并不多 但医药费用 住院费用不断增加 而且许多药物均无法报销 全凭自费 我个人已经花费了超过十万元 更不用说耗费的心力和时间了 母亲临终的那一个月 为了节省护理费用 我和丈夫轮流照料她 白天一个人 夜里一个人 因为雇一个护工 一天要花费三百元 这笔开支 我们实在承担不起 更别提母亲的医疗费用了 那顿饭我吃得很不舒服 尽管大家没有争吵 但几位嫂子明里暗里 则被我把老母亲接回家 认为这些年 我挣了不少钱 却不肯用出来 言语间充满了刺激 哥哥们因为嫂子的挑拨 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淡 到了这一步 我终于明白 所谓的相亲相爱的一家 只是个笑话 亲情根本经不起考验 那天我离开了饭店 也退出了家族群 名为相亲相爱的一家的群 如今父母已经离世 这样的歌嫂 对我已经没有意义 我也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以后我会专心照顾自己 过上自己的生活 故事 七十岁女人的悲苦 有五千多退休金 却活成每天靠减食废品过日子 人人都期望 自己能有老有所依 老有所养的晚年生活 可现实生活里 有的老人 即使自己有不少的退休金 可到了晚年 却过得不如人意 甚至沦落到 靠每天早起 减食废品指向过日子的地步 究竟这样的老人 是怎么一步一步成为这样的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七十岁赵大妈的悲苦 倾诉人 七十岁赵大妈 我今年七十岁了 年轻时因为身体阴素 只生了一个儿子 年轻时 看着身边人都有两三个孩子 我和老伴就特别地宠爱儿子 什么都不让他做 好吃好喝的都让儿子先吃 由于一个孩子的缘故 儿子从小就变得自私 只要他想要的东西 我们老俩都得满足他 儿子结婚的时候 我跟老伴商量 给他贷款买房 想让他们小两口自己还房贷 儿子跟我们折腾了好久 最后没有办法 我们是借了不少外债 才把儿子的婚房让他满足了 儿子是高兴了 我和老伴还了好几年的债 在老伴退休没两年 本该我们一起享受 退休快乐生活时 老伴又因突发疾病走了 老伴走了没几年 儿子就又想着 换套大一点的学区房 跟我商量 能不能把我现在住的商品房卖了 我回单位里的老破小的福利房居住 反正我就一个人 我不同意 儿子又开始顾忌重施 我被儿子折腾得烦心 也是我自己心量小 我怕儿媳跟儿子闹 因为儿子也没有多大本事 他们小家大部分 还是靠着儿媳支撑 就这样 我就回到了单位的福利房里居住 还好 这套房是二楼 要不我就有罪受了 去年 我一场小病 需要住院做手术 儿子就拿走了我的退休卡 然后就没有再还给我 儿子跟我说 现在他们单位不景气 儿媳也在闹腾 要离婚 儿子说我又花不了那么多退休金 先给他用用 等单位效益好了 再还给我 本来 儿子每月还会给我八百块的零花钱 可今年疫情 他在家休息了几个月 就不再给我零花钱了 我看到院区里一个跟着我差不多的老姐姐 每天捡一些废纸箱子和瓶子去卖 我也就动了这个心思 我不好意思大白天地去捡 大家都知道我的退休金不少 我怕别人笑话我 我都是大清早三四点钟起来 把整个社区的垃圾桶都翻一遍 这样我每天能够挣个买菜钱 我也恨儿子他们一家三口啃我 可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呀 谁让我把儿子培养成 现在这个样子的呢 也只能自己受着吧 期待儿子儿媳能够早点醒悟过来 对我好些 那就感谢老天爷了 老人要如何避免走照大妈的老路呢 父母宠爱孩子要有度 过分溺爱等于摧毁孩子的 自食其力的能力 老人要想儿女能够对自己孝顺尊敬 就要从小教育好儿女 让他们知道父母是爱孩子的 但也会有个限度 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够满足他们的 父母要告诉孩子 未来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就要靠自己努力奋斗才能得来 依靠父母是无能的表现 如果父母从小就溺爱子女 相当于抹杀了孩子将来自食其力的能力 让孩子觉得只要自己想要的 父母都能够给 二 人到老年 要提前给自己留好养老钱 自己的退休金掌控在自己手里 老人要想晚年过得舒坦幸福 就要未雨绸缪地为自己的晚年提前准备 能够避风遮雨的老窝 能够抵御生活极苦的养老钱 还有自己的退休金拿在自己手里 老人到了一定年岁都心软 儿女哭几次穷就会心疼不已 想着自己也老了 花不了多少钱 怎么到最后都是他们的 提前给了他们吧 那样到时候用钱了 你才发现 晚年生活前有时比儿女要亲 三 人到老年 学会放手儿女 要学会拒绝儿女的啃老行为 人到了老年 对于儿女的生活就不要过多的操心 过得好与不好 那是他们自己的日子 如果自己能够帮忙就帮一下 如果没有 千万不要舍弃自己去帮助他们 到时候把自己折腾病了 儿女反而觉得你拖累了他们 对于经常啃老的儿女 一开始就拒绝 那样他们看不到希望 也会为了生活自己去打拼 如果老人总是满足儿女的要求 儿女就会觉得这样 比自己打拼要轻松得多 时间久了 也就不再去奋斗拼搏了 结语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非常同情那些晚年过得不好的老人 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老人儿女的不孝顺 可在仔细地询问之后 就会发现老人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也不是一天行程 而是老人自己从年轻时就给自己埋下了阴 到了老年才会有这样的果 所以说 做父母的 一定要从小教育好子女 让他们有正确的三观 知道生活不易 学会懂得感恩父母 体贴父母 而不是处处要求父母如何 老人也要在建老的路上 学会适度的自私和爱才 这样才能有舒坦幸福的晚年生活 退休之后背叛婚姻 还能够真心回归家庭吗 65岁男人说出真心话 都说夫妻是一生一世的缘分 是相伴到老的终身伴侣 作为退休后的老年夫妻 他们更应该珍惜缘分 珍惜自己的老来伴 可世事无常 天天有一些男人 他们在人生的暮年 还不安分 他们不仅身体出了鬼 还对外面的女人走了心 他们原以为自己将丑事隐瞒得天衣无缝 不会被妻子发觉 可是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男人背叛婚姻的行为 终归会被妻子发现 有感情解体的妻子 会坚决和男人离婚 还有一些妻子 他们会要求男人 在自己和小三当中做选择 那么 当妻子要求离婚的时候 男人会怎样做 当妻子要求男人 在自己和小三当中 做出选择的时候 男人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65岁的男人说出了心里话 吴大伯 我今年65岁 退休已经有五年了 最近我的日子过得一团糟 因为我和外面的女人勾搭的事情 被老伴知道了 自从老伴知道了我的丑事之后 她就天天在家里和我闹 让我的心情糟透了 我和小秦相好 已经四年多了 我俩一直相处得挺好的 要不是我的点太倍 和小秦优惠的时候 被老伴抓了个正着 我仍然开心地 过着家外有家的日子 小秦和我是在 跳交易舞的时候认识的 她长得很美 我喜欢她长长地秀发 喜欢她笑起来甜甜的样子 只要小秦冲着我笑 我就会感觉全身的骨头都酥了 起初 我对小秦并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 我只是单纯地喜欢 和她在一起跳舞 小秦跳交易舞的水准很高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舞伴 我和老伴共同生活了几十年 感情一直很好 在我退休之前 我一直对自己要求严格 从未做过被判婚姻的事情 正因为老伴了解我的为人 所以才会无条件地信任我 因为老伴对我百分百地信任 所以她从不干涉 我跳交易舞的爱好 老伴虽然不喜欢跳交易舞 但她为了迎合我 每次都会陪着我 一起去舞厅跳舞 以前 我没有多少时间跳舞 仅仅在周末休息的时候 我才能带着老伴 去舞厅过一过五隐 自从我退休之后 终于有了大把的时间跳舞 所以我每天都会带着老伴去跳舞 可是自从我们的孙子出生之后 老伴就离开了我 住在儿子家里带孙子 由于儿子一家人住在外地 我和老伴就不得不过起了两地分居的日子 儿子和儿媳妇说了很多次 让我一起搬过去住 都被我坚决地拒绝 我喜欢住在自己家里 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不愿意和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 那样会让我感觉很拘束 老伴和我隔了一千多公里地 导致我俩想见上一面都难 我俩除了每天聊聊视频 就再也没有其他的沟通 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 我就更加频繁地去舞厅跳舞 舞厅里的女人 绝大多数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她们腰里腰气的模样 让我看着都闹心 既然找不到可心的舞伴 我只好做一个看客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了小秦 她清理脱俗的样子 让我一见倾心 我立刻就走到她跟前 热情地邀请她和我共舞 自从我和小秦共舞之后 我就彻底地被她的舞技折服 小秦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女人 和她共舞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已经和她合二为一 那种感觉非常的美妙 是我和老伴共舞时 从未体验过的美好感受 自从我认识了小秦之后 就觉得自己网活了大半生 我深深地爱上了小秦 觉得她才是最适合我的女人 老伴虽然善良勤劳 却远远比不上小秦的玲珑剔透 每次和小秦聊天的时候 她总是能够说到我的心里 让我感觉像是遇到了知音 小秦不仅心思灵巧 穿衣服还特别地有品味 她虽然穿着极其素雅 看起来却非常的有气质 有一种清丽脱俗的美 小秦告诉我 自从她和前夫离异之后 就一直租房居住 她的收入不高 所以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自从我知道小秦的情况之后 就总是给她钱花 我的表现让小秦很感动 对我越发得好了 小秦知道我和老伴长期两地分居 于是经常来到我的家里 给我做上几道拿手菜 小秦的厨艺非常好 每次我都吃得满嘴流油 心里非常的满足 我深深地迷恋上小秦 彻底地败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自从有了小秦做比较之后 老伴就被我抛在了脑后 以前 我天天都和老伴视频 自从我和小秦相好之后 就总是忘记和老伴视频 我喜欢小秦 非常乐意为她付出 小秦过生日的时候 我毫不吝啬地给小秦 买了一根金项链 小秦是一个柔弱的女人 她总是在我面前撒娇 说她是我的女人 我就要无私地对她好 为她付出 只要小秦一撒娇 我就会情不自禁地给她发红包 在我俩交往的四年多时间里 我给她发的红包就有二十多万 虽然和小秦在一起花费巨大 我也仍然没有醒悟 我认为和小秦在一起 实在太开心 即使花些钱也值得 如果不是因为儿媳妇得了癌症 需要大量的钱治疗 老伴根本不知道 我将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小秦的身上 那天晚上 我正在家里和小秦吃烛光晚餐的时候 老伴突然给我打来视频聊天 让我将退休金全都取出来 给儿媳妇治病 我一听老伴找我要钱 立马就慌了 这四年多来 我天天都带着小秦吃香喝辣 游山碗水 还经常给他买礼物 发红包 每个月的退休金都花得一分不剩 根本没有钱给老伴 我只好哄骗老伴 说我的退休金全被我赌博输掉了 老伴当时并没说什么 他只是让我不要再继续赌博 就挂断了视频电话 我以为自己撒的谎很高明 让老伴相信了我的谎言 于是就继续安心地和小秦过着风花雪月的日子 三天之后 老伴突然回到家里 当老伴将我和小秦堵在被窝里的时候 气的话都说不出来 我见老伴突然回家 不惊吓地瑟瑟发抖 老伴缓过气之后 一把扯过小秦 抓着他的头发 将他狠狠地揍了一顿 老伴揍完了小秦 接着又来揍我 我自知理亏 所以没敢还手 任由老伴发泄着怒火 后来 我趁着老伴打累了 坐在沙发上喘气的功夫 给小秦使了个脸色 冰雪聪明的小秦立刻心领神会 迅速地跑出门外 老伴见我把小秦给放跑了 气得火冒三丈 那一晚上 老伴和我闹了一整夜 直到天快亮的时候 我俩才沉沉睡去 刚一睡醒 老伴就要拉着我去民政局 他说既然我背叛了婚姻 他就不可能再和我继续过日子 虽然我很喜欢小秦 但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和老伴离婚 我已经老了 经不起离婚的折腾 我丢不起这张老脸 更无法承受离婚的后果 由于我是过错方 老伴不可能分给我房子 儿子也不会帮着我 他只会帮着老伴 让我净身出户 我可不想过那种居无定所的日子 为了让自己拥有一个安稳的晚年 我不得不放下自尊苦苦的哀求老伴 我发誓再也不会和小秦来往 后半生一定好好地改过自新 然而 无论我如何祈求 老伴却始终不松口 一口咬定要和我离婚 为了留住老伴 保住家庭 我不仅将退休金存折 交给了老伴 还主动提出和老伴一起住到儿子家里 从此之后和他形影不离 老伴见我的态度很诚恳 这才有了一丝缓和 答应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自从老伴原谅我之后 我就将小秦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 和他再也没有了交集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家庭远比情感来得重要 再过几年 我就是七十岁的老人了 人一旦过了七十岁 生活就会慢慢变得身不由己 就不得不依赖家人的帮助活着 如果我还年轻 有可能会为了婚外的爱情 努力一把 和自己喜欢的女人生活在一起 但是到了我这样的年纪 生存的现实远比诗情画意重要 为了能够踏实地活着 我必须舍弃诱惑 选择和老伴在一起 过现实安稳的日子 接触于老年夫妻常常会因为帮忙带第三代 而长期两地分居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一些耐不住寂寞的老年男性 就有了背叛婚姻的行为 只是 老年人即使做了背叛婚姻的事情 甚至是真心真意地爱上了小三 他们也很难舍弃家庭 和小三组成新的家庭 老年人之所以不敢离婚 最重要的原因是 考虑到生活的现实 作为老年男性 他们绝大多数都失去了创造财富的能力 只能依靠退休金生活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老年男性如果放弃现有的家庭 重新建立一个家庭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们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 很难做出重组家庭的决定 在老年夫妻当中 男性对于女性的依赖 远远超出女性对于男性的依赖 上了年纪的老年男性 身体素质会急剧下降 他们不仅需要得到老伴的照顾 更需要来自于儿女们的关心 所以 即使老年男性做了背叛婚姻和家庭的事情 他们也仍然不会离婚 会誓死捍卫婚姻 捍卫家庭 他们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只不过是出于立即的目的 和爱情没有一丁半点的关系 他42岁 老房子拆迁的213万 给爸妈10万养老 爸妈却一定要50万 朱秀儿42岁 有两个孩子 女儿12岁 儿子7岁 他自己开了一个服装店 除了卖成品 多半都是在他这定做衣服 因为回头客多 生意还挺好的 老公董军在国企上班 在生产部当一个工艺工程师 每个月工资8000元 这天 他带着老公和儿子 女儿 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去买了一辆车 二十多万 车内挺宽敞 一家人特别开心 儿子正言说 哦哦哦 太好了 我再也不用坐小电驴上学了 董军说 这样你接送孩子就方便了 不用天天风吹日晒的 那个小电驴可以下岗了 女儿正于想吃火锅 一家人买了很多肉和菜 打算吃火锅庆祝一下 回家后 董军带两个孩子去做火锅了 秀儿因为还有一些订单 就在自己房间忙碌了起来 他们家是三居室的 两个孩子住上下床 还有一个是他爸妈住的 他在自己的房间 阳台那做了一个小小的工作间 这样有些活就可以拿回家做 他本来就是给别人做衣服 就算他收拾得再好 也放了很多东西 看着有些拥挤 饭做好了 爸妈还没有回来 儿子正言去楼下找他们 爸妈回来了 一家人围着桌子 开始热乎乎地吃火锅 正于给每个人倒了果粒城 吃一口热辣的肉 再喝一口果汁 简直就是绝配 两个孩子还时不时 抢抢锅里的肉 热闹得不行 正于妈 明天开车去学校 我们可以晚走十分钟吗 那样 我和正言就可以多睡十分钟了 秀儿 不行 还要早走五分钟 我开车慢 再说去晚了车太多 我有点怕 等我更熟练了再说 爸爸说 什么车 秀儿你买车了 那你哥说的是真的 秀儿看着爸爸 说 嗯 爸 我怕买了一辆车 等有空了 带你们出去玩 看着爸爸不太高兴 秀儿想着是因为家里没车 没告诉他们 不过 他已经给他们准备了礼物 饭后给他们就好了 吃过饭 正宇带正言去洗锅 妈妈给他们俩帮忙去了 秀儿端来了水果 看妈妈也过来坐下了 说 爸妈 我给你们存了十万 是给你们养老用的 这是卡 用我妈的身份证办的 就是上周带她办的那张 本来想着爸妈会高兴 可是 秀儿怎么都没想到 爸爸直接生气地说 朱秀儿 你得了213万 才给你爸妈十万养老 你还觉得 是对我们好了 秀儿挣住了 爸妈住在他这里 两人根本不用花钱 他还经常给他们零花钱 如今 给他们存十万 怎么还是自己错了 看他这个样子 他爸爸更生气了 说 朱秀儿 你别忘了 你姓朱 这次拆迁得的房和钱 就应该是朱家的 朱秀儿也不高兴了 他自己的老房子拆迁了 分到了三套房和213万钱 可是这是自己的 和朱家有什么关系 他爸爸这是想干什么 他看了一眼爸妈 说 爸 你什么意思 爸爸 哼 我什么意思 不是你哥说 我还不知道 你老房子拆迁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分房子和钱的事情 为什么不跟我和你哥商量 朱秀儿 呵呵 爸 那是我的房子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商量 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我给你十万 那是我孝敬你的养老钱 可不是说那钱里有你的份 爸爸 不行 三套房子 你哥和你侄子一人一套 你自己留一套 213万我们也不多要 你给我五十万就行 朱秀儿 什么 给我哥和侄子一人一套房子 爸爸 嗯 你侄子再过两年就十八岁了 在大典就要结婚了 你给他一套当婚房 你哥住的是我当年分的一套老房子 住着不方便 你给他一套 你自己留一套就行了 再说213万 我只要五十万 给你留了一百八十多万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朱秀儿已经不想说什么了 他有点难过地说 爸 你以什么身份 要我的房子的 还给他们一人一套 呵呵 算了吧 我不想再说了 房子 我是绝不可能给的 这十万块钱 你要就拿着 不要我也不勉强 爸爸震惊地看着他 说 朱秀儿 为了钱和房子 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你还是我的女儿吗 你还当不当自己是朱家人了 秀儿难过地说 爸 我把你和妈接过来住了五年 这五年里 我自认为对你们照顾挺好的 我接你们过来 就想着让你们住得舒服点 生活开心点 可是呢 就因为我是女儿 你还是一心想着 我哥是吧 那我也不勉强 我让我哥来接你们 妈妈突然说 秀儿 你不管我和你爸了 你要赶我们走 秀儿摇了摇头 说 爸妈 我只是为了你们好 你们一心挂念着我哥 和他生活在一起 你们才能更开心 这样对你们身体也好 说完 他不想再说了 拿起电话打过去 接通后 直接说 哥 爸妈想和你住 你明天来接吧 如果你忙 我送过去也行 他哥诸臣冷笑着说 呵呵 这是有钱了 爸妈都不要了 朱秀儿 你可真行 别忘了 是谁养大了你 是谁供你上的学 秀儿已经心寒失望极了 他说 哥 随你们怎么说吧 我只是为爸妈着想 毕竟他们一直挂念你 在我这也过得不开心 说完他挂了电话 说 爸妈 你们收拾一下吧 我明天送你们过去 爸爸 朱秀儿 我都七十多岁了 你还这么对我 不觉得太过分了 你真要赶我和你妈走 你就不怕我去告你不孝 秀儿 爸 这房子是董君的 我接你们过来 住了五年多 最后我还是不孝 呵呵 那我也没办法了 他不想再说什么 去看孩子写作业 他进去 坐在他们身边 看着女儿和儿子的房间 为了让爸妈住得舒服一点 他把大典的房间给他们住 女儿十二岁了 还要和弟弟一起住 可是 爸妈呢 竟然还觉得是他不孝 那算了吧 不用勉强大家 他也不用委屈自己的孩子了 他正在发呆 女儿抱了抱他 说 妈 你怎么了 是不是外公又说你了 他对着女儿笑了笑 说 没事 你外公老了 有时候就会心情不好 检查了孩子作业 催促他们洗漱赶紧睡觉后 他回自己的房间 爸妈那屋传出搬东西的声音 可能他们在收拾吧 董军看他回来 说 秀儿 你也别难过了 其实你应该早想到了吧 秀儿摇了摇头 说 董军 如果这次的拆迁房 和钱 是我爸妈的 我根本就不会想 他们不给我 我也不强求 可是 这房子和钱是我的 和他们没有一点关系 他们还这么做 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 你说 我对他们还不好吗 董军抱了抱他 说 算了 你做得已经够好了 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 秀儿点了点头 说 你先睡吧 我自己坐一会儿 董军看他的样子 知道他还是没有想通 他对爸妈这么好 可是 爸妈还是一心想着他哥 这种事情 换做是谁都很难受 看秀儿一脸落寞地坐在那 董军出去拿了酒进来 说 别烦了 来 我陪你喝两杯 秀儿 我明天还要送孩子们上学呢 董军 没事 就算你喝多了 还有我呢 放心吧 两个人碰了碰杯 秀儿一口就挂了一杯 几杯下肚后 秀儿已经有些醉了 秀儿大着舌头说 呵呵 我给你说呀 其实我爸妈重男轻女 我一直都知道 可是我就是不甘心 我不明白 一样是他们的孩子 为什么就要那么大的差别 董军拍了拍他 没说话 他知道这个时候 秀儿需要的是 有个听他说话的人 秀儿 小时候 我爸妈都是企业职工 家里虽然不富裕 可是过得也还好 那时候厂里还给分房子 我家分的房子小 我从小就住在客厅里 不过我也觉得没什么 那时候很多人家都那样 我妈每天煮的鸡蛋 我哥吃两个 我爸吃一个 我吃一个 我妈都不吃 我觉得爸妈对我太好了 我妈一直特别节省 我妈经常说 秀儿啊 你好好读书 我存钱 供你和你哥上大学 我哥学习不好 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 大专都没有 我爸花了很多钱 让我哥去了他们单位上班 呵呵 你知道啊 我爸他们单位是国企 非常不错的 没有学历可不好尽 后来 我爸又让我哥再直读了大专 如今 我哥也是个车间技术员了 董军啊 我上学学习特别好 上初三的时候 我想上高中 以后考大学 可是 我爸非要我读中专 那时候 初中毕业直接上中专 可是很厉害的 可我就是想上高中考大学 最后 还是我爸去学校给我改的 更奇葩的是 我爸让我读的 不是师范 或者别的 竟然是服装设计 我爸心潮吧 哈哈 等录取通知书到的时候 我哭了一夜 因为我 一直想当老师 想考师范大学 我最想不通的是 家里也不是没钱 怎么就不能 让我上个高中呢 我初中毕业的成绩 可以上重点中学的重点班了 可是我爸说 秀儿啊 你一个女孩子 读那么多书干什么 还不如学门技术 我已经打听过了 这个专业毕业后 就有一门好手艺 我虽然很不愿意 最后还是去上学了 几乎没怎么花钱 最多的就是要自己买些布料 多练习裁剪和缝制 我毕业后 没有工作 我就去裁缝店做工 因为我上了两年学 基本的剪裁都会 每月给我三百块 我在那干了一年后 很多订单来了 都是我在做 可是 我拿的还是学徒的工资 我就不想干了 我回家找我妈要钱 想把我一年的工资拿出来 租个房子 自己开店 可是 我妈一分都没给我 因为我妈说 要给我哥存钱 给他娶媳妇 我求了我妈很久 最后 我妈才对我说 秀儿啊 不是妈不给你 家里的钱 都在你爸手里 我给你爸说了 可是他不同意 董君啊 我说我爸妈在上班 我哥在上班 我也在挣钱 可是 就是不给我一分钱 我当时特别难过 又哭了一夜 我那时候才十九岁 不过从那之后 我每月的工资 再没给家里 而裁缝店里 也给我涨了工资 我一个月有五百块 我有时间就去街上赚 看店里卖的衣服款式 然后再自己稍微改一下 就能做出来 店里找我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多 老板给我每月一千块 我是不是很厉害 董君 你知道我不给家里钱后 我爸怎么说的 我爸说 秀儿 你怎么不给你妈交钱了 我看你岁数不大 却已经学会给自己打算了 都说女生外向 我看是一点都没错 我说 爸 我哥也没给家里交钱啊 他挣的钱可以自己花 我怎么就不行 爸爸 哼 你哥都二十多岁了 他要谈对象 肯定要花钱 不然哪个姑娘 愿意和他出对象 你还小 着急什么 你可别被不要脸的男人骗了 哈哈 不管我爸怎么说 我还是没有交钱 我把钱都存了起来 自己开了店 开店后 我的生意特别好 我租的房子是上下二层 一楼开店 二楼自己住 我天天晚上忙到十二点 多半时间就是自己煮个泡面吃 或者让人家送个饺子 麻辣烫 有一天 我爸来找我 说 秀儿 你都开店了 怎么不和家里说 你看看你也太不会过日子了 怎么还吃麻辣烫 一个人吃这么好 我和你妈为了存钱 家里肉都不舍得吃 我说 爸 我一天就好好吃一顿饭 其他都是凑合 我每天要工作到半夜 吃个麻辣烫 吃个麻辣烫 还不行了 再省我身体也吃不消了 爸爸 哦 好吧 那你把钱给我吧 厂里的房子要房改了 需要好几万呢 哈哈 我才刚开了个店 那个店花光了所有的钱 一些布料还是欠款 等下次尽料的时候 才结账呢 你说我哪里还有钱 我就说 爸 我穷得都快吃不起饭了 我开这个店 你没给一分钱 我哪里还有钱给你 爸 我就是个小裁缝 挣不了几个钱 我爸直接大骂了我一顿 然后生气地走了 董君 如果家里真的没钱 我也没话说 可是你知道吗 那年我爸直接拿出了十万 买了两套厂里的房子 一套九十平 一套一百三十平 两套房子都是我哥的名字 不过我也不争什么 我知道我爸肯定不会给我的 我爸妈攒钱厉害 不过为了那两套房子 我爸借了两万 我一直觉得我爸眼光好 那个时候因为没钱 很多人都没要房子 我爸才能买两套房子 虽然借了钱 可是还是很划算 我家有了三套房子 我哥两套 然后家里住的那一套 我爸妈是不是很厉害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啊 我自己一个人在外边住 我觉得也挺好的 后来我哥要结婚 彩礼要六万六 我爸又来找我要钱 我爸说 秀儿啊 你看买房子 借的两万还没还清 现在你哥的彩礼 家里真的没钱 你开店也两年多了 六万六能拿出来吧 我是挣了不少钱 不过我买了店铺 我租的房子上下二层 地点也不错 直接要价十八万 我分三次付清 所以我手里没钱 可是我爸来要钱 我也不能不管 最后我给了两万 还被我爸骂了一顿 等我付清买房的钱 店就真正是我的了 我真是太开心了 就算家里不给我什么 可是我不是也有了自己的房子吗 我二十四岁的时候 我哥结婚了 他和我嫂子是同事 两个人都有工资 还把另一套房子出租了 二十七岁的时候 我爸生了一场大病 在医院抢救了两次 医生说是脑溢血 半夜被送去了医院 当时就下了病危通知书 我妈吓得一直在哭 我和我哥赶到医院 医生要抢救 让家属赶紧去交押金 我哥站在那根本不动 我妈哭得不说话 还是我去交了三万 那次半个月两次抢救 总共花了五万一千多 在我爸出院前 我妈说 秀儿 你先把钱交了 等你爸回家 我让你哥把钱给你 至少你哥也要给你一半 我想着都是一家人 我妈都这么说了 也没多想什么 出院都是我办的 可是出院后 再不提住院费的事情了 后来我要尽一些新布料 必须直接付清才能给货 我手里钱不够 我回家找我妈 说 妈 爸住院我给了五万一千 你不是说 让我哥给我一半吗 我现在进货要用钱 你看能不能 让我哥把钱给我 当时我爸也在 他竟然说 秀儿 我是你爸 你还没有嫁人 你挣的钱 本来就是家里的 我和你妈看你不容易 都没跟你要钱 这次我病了 你给我看病 还要跟我要钱 我都挣住了 说 爸 你住院 我给钱是应该的 那我哥呢 他还是你儿子呢 我爸说 秀儿 你哥还要养孩子啊 他挣的又没你多 再说 他有自己的家了 就要多雇自己的家 而你现在才是和我 还有你妈是一家人 这钱肯定要你出的 那次我爸没给我一分钱 我货订好了 没钱付款 急得只想哭 最后还是和一个合作多年的老板 借了三万块 你说说 我爸妈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后来我们认识 又结婚 我爸要了十万彩礼 可是没有给我一分赔价 其实那时候 我已经对他们不抱希望了 买这个房子 是我们一起买的 不过我妈问我的时候 我就说是 婚前你一个人买的 不然 我妈就觉得我是倒贴 她才不会管 这个房子 有没有我的名字呢 在我爸妈的眼里 他们的钱 是我哥的 我哥的钱 是我哥的 而我挣的钱 也应该是我哥的 因为房子离铺子太远了 我把那个房子出租 重新在家这边的步行街开了店 为了买下这个铺子 这几年 其实都没存下多少钱 毕竟 这几年房价上涨 太厉害了 更可况是商铺 就算13年前 都要70多万 不过铺子是自己的 就不用担心生意好了 人家不给租了 你一直让我买个车 接送孩子 可是 我想着手里总要存点钱 你爸妈和我爸妈岁数都大了 万一住个院 就需要不少钱 手里没钱怎么办 总不能不治病吧 董君 你说我是不是傻 明知道我爸妈是什么样的人 是怎么对我的 可是 我还是想对他们好 让他们知道我多孝顺 爸妈在农村 不愿意来家里 我们商量后 每月给一千五百的生活费 而我看我爸妈住的房子太旧了 他们在家里也不舍得吃 就把他们接到了家里 其实他们加起来 有五千多的退休金 可是 在家里没花过一分钱 我妈需要钱的时候 就跟我要 我每次不是三百 就是八百的给他们 可是 董君 我都做到这样了 他们为什么 还是看不见我的好 还是一心想着我哥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为什么就得不到他们的爱 秀儿说着说着 不停地哭 他觉得自己真是太委屈了 哭了很久 他说 董君 那个铺子 是我自己的钱买的 没花家里一分钱 那时候 我也没住在家里 没吃家里的饭 那个铺子 是我一个人的 这次那条街要改造 房子拆迁后 给了三套房 二百一十三万块钱 我爸竟然说是家里的 让我给我哥和侄子 每人一套房 哼 不可能 董君 三套房子 女儿一套 儿子一套 我们俩一套 至于钱 买了车后 我给我爸妈十万 给爸妈十万 其他的就存成定期 董君说 谢谢你 秀儿 其实你不用给我爸妈十万的 毕竟这些都是你一个人的钱 秀儿摇了摇头 说 我们是夫妻 就是一家人 再说给爸妈十万 让他们改善一下生活 是我们该做的 我爸妈在家里住了五年多 爸妈都没有意见 我肯定要好好孝顺他们的 秀儿喝醉了 早上也没有起来 是董君送两个孩子上学的 等他起来 已经快九点了 赶紧起来去开店 虽然现在有店员 可是定做这一块 还需要他负责 他正在给一个姑娘两尺寸 突然门口一个声音哭道 大家来给我平平礼啊 老房子拆迁得了二百多万 自己买好车 不给老人养老 还要赶我们走 真是白眼狼 没良心啊 他出门一看 竟然是他爸妈 旁边放着行李 坐在他店门口哭着 这一刻 秀儿真的被伤得透透的 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他颤抖着说 爸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我怕你们住得不舒服 接你们到家养老五年 真的是我错了吗 呵呵 爸 你做得真好 太好了 我已经给你十万的养老钱 你要还不满意 就去告我吧 反正我不会再多给一分的 爸 如果在你心里 还有一点点我这个女儿 就别再闹了 回去吧 说完他哭着 回到了店里 他爸妈还在门口哭诉 看见一个人就说 他怎么没良心 怎么贪了家里的房子 和拆迁款 秀儿再没有出去 他们想闹就闹吧 大不了 今天的生意不做了 他拍了视频 发给了他哥 说 哥 至于管不管 你自己看着办吧 哥哥 秀儿 只要你答应爸妈的条件 他们怎么会闹 还不是你的错 他没有再说话 直接拉黑了他哥 还有他嫂子 以及爸妈 这样的亲情 没有坚持的必要了 算了 他不勉强了 十万就算是 给爸妈的养老钱 至于以后 就各自安好吧 他给店员放了假 让他直接回家休息了 他从里面锁上门 一个人在店里 静静地做衣服 他发现 只要他专心干活 心就会安静下来 也不会那么伤心了 一直到要去接孩子放学了 他才从店里出来 他爸妈已经不在了 什么时候走的 他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他一天没吃东西 买了一个蔬菜馅饼 开车去接自己的孩子 这次他不会再妥协了 也不会再期待了 爸妈有他们的生活 他有自己的日子 做了他该做的 就够了 两个孩子 叽叽喳喳的 女儿给他喂了一根棒棒糖 说 妈妈 吃糖 老实说了 吃糖能让人心情好 他笑了 是的 生活里有苦就有甜 有人爱你 就有人不爱你 还是过自己的日子吧 才是自己最该做的事 写在最后 不是所有的付出 都会有回报的 特别是感情里 有些偏爱 是无可奈何的 而那并不是你的错 其实你自己也明白 可是就是不甘心 才会总是抱有期待 没有人不渴望被爱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 是被偏爱的那一个 可是 当付出成了理所当然 你才发现 偏爱的那个 一直不是你 算了吧 过自己的日子 去爱真正爱自己的人 每个人都需要放过自己 才能拥有幸福的能力